喇叭郑州活动 让大众也能够体验 失识寄人的精神 为庆祝喇叭节 佛光山宝华寺庙城法师 带领居士到高院科技大学 快闪失洲 高院科大许多外籍学生热烈参与 让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今天是喇叭节 那高院科技大学 很荣幸可以跟佛光山 正式合作 那我们希望把佛教的一个文化 透过像喇叭州的一个活动 传递给我们本校的一个本国学生 还有我们的外国学生 其实台湾已经是一个 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国家 那在这多元化的过程当中 台湾有很多好的文化 也应该要传递给 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民 每一个国家 所以本校透过这样的活动 希望先让我们的国际学生 了解到什么是佛教文化 那接着再由他们的力量 再传递到他们的母国 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开心 很胜利 很平安 喇叭节郑州活动 让来自东南亚不同国家 与宗教信仰的外籍生 感受快过年的气氛 认识台湾多元文化 互相尊重最美的价值 也期盼大家品尝热腾腾的喇叭州 透过节缘的过程 体会佛教诗实济人 长存善念 与广结善缘的理念 十方新闻 黄慧如乌宗睿高雄采访报道